南单23号种子瓦林卡在八强战中败给俄罗斯新秀梅德维杰夫 来自俄罗斯的5号种子梅德维杰夫在今年的美网赛场上已经多次扮演坏小子的角色 不仅耍脾气还和观众吵架斗嘴比中止 这也让他被判违反运动家精神行为不减而罚款9000美元 不过本场比赛梅德维杰夫还是顶着亚瑟阿什球场观众的虚声和肌肉的伤痛 以3比1立刻瑞士人瓦林卡第一次打进大满贯赛事的四强 下一轮很可能遇到3号种子费德勒 女蛋1分之1决赛首先登场的是5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与16号种子英国选手孔塔的对决 结果斯维托利娜发挥稳定以2比0战胜孔塔 本场比赛斯维托利娜展现出坚实的底线进攻技术 而孔塔本场却打出35个非受魄性失误多出对手22个 结果斯维托利娜以6比4 6比4淘汰孔塔 今年第二次闯进大满贯赛事半决赛 半决赛的对手将是小维莲姆斯和中国选手王强之间的胜者 新唐人记者韩瑞纽约报道 impulse付出4 ia中国言地讯价创守账